阿露哈 大家好評友 他們喵咪打戰爭時間啦 好 那我們今天呢 繼續來看一下我們的傳奇關卡喔 那昨天玩我們是順利的就是初劍殺兩關啦 那看一下我們今天能不能再繼續初劍殺兩關喔 那我們要繼續挑戰的是我們異劍城市裡面的關卡囉喔 好 那我們昨天打的是木字摩天輪跟我們的惡棍黃昏啦 那今天的話就來打一下混凝土海洋喔 那混凝土海洋的話 這邊只有出五隻角色 我覺得關卡應該就會頗硬的喔 所以這邊要小心一點點 那一樣先戴上我們的那一套專門打 我們古代種的部隊先來打打看一下 裡面有什麼角色啦 裡面這五隻的話應該 真的會蠻難的喔 因為可能會有一些比較大隻的出現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混凝土海洋裡面長什麼樣的狀 Let's go 希望不要太難啦 拜託 呵呵 希望不要太難囉 好 那這關的話呢 第一隻出現的是袋鼠喔 袋鼠出來 OK 那袋鼠出來目前沒有什麼大事情的話 我們就先出一下拉麵王喔 先來擋一下傷害 那在擋傷害的時候呢 我們就再升一點點錢包 然後再出下一隻的拉麵王 哇 兩下死亡 那看來這邊不能只出拉麵王而已 要出一些角色囉 好 第二隻也是我們的袋鼠喔 所以會不會他前面沒有空塔之前全部都是袋鼠啊 然後就是用袋鼠來混淆我 然後他們這兩隻感覺有點硬啊 我的天啊 好 那邊的話我們就先出一下我們的坦克出來喔 目前是出了兩隻 喔 第二隻出現的是我們的那個海踏 那海踏這邊的話呢 是我們第二隻的角色 那還有三隻角色 我們就來看一下到底是什麼東西喔 感覺起來的話呢 應該可以不用出了那麼急 繼續出一下盾牌 然後讓龍獸夠來打 然後這筆存錢 然後有錢之後呢 再叫一些比較厲害的貓貓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OK 這邊的話呢 就繼續出一下我們的盾牌 那目前來說就是袋鼠跟我們海踏 那應該還有三隻 那那三隻可能就是比較關鍵的角色喔 我覺得 有點危險啊 要碰塔了 感覺碰塔之後就會出現了 到底是什麼 哪三隻 看一下是誰喔 好 這邊的話應該要出現了 欸 沒事喔 這邊 出來了 這邊是水屯 再加海踏 然後黑色的 那那這邊全部都出來了 所以關卡應該還好喔 至少沒有古代種的 應該是可以硬撐一下 那這邊的話其實 多種屬性的角色蠻多的 但是感覺應該都是有強化過 那如果到時候真的扛不住的話 應該可以叫一下 那個 叫一下白獲庫來擋一下 讓他們緩速 不要走那麼快喔 哇 水屯群很多 所以這關的話可能要帶一些 針對黑色敵人跟紅色敵人的會比較好一點點 哇塞 我的天啊 有點硬喔 這邊真的有點硬喔 這都打不死欸 我的天 太硬了 太硬了 這袋鼠都已經KP不知道幾次了 然後 哇 海踏一直來 哇尷尬 但是這關的話感覺好像是不會 爆開了是不是 如果不會爆開的話 然後看待會要不要帶一下小丑 因為我忘記剛才是有沒有爆開了 才剛打我就忘記了 哇 GG 好吧 這關真的有點難喔 真的是有點難了喔 我的天 不能開玩笑了 我們就繼續用一下我們的這個 旺福陣型打打看喔 哇 這個水團區太多了啦 水團區太多了 哇尷尬 尷尬 尷尬 我覺得剛剛應該不該叫美女神了 應該要叫一下那個 我們的那個二號地應該會比較好 哇塞 一直來 一直來耶 看來這關的話應該要調配一下 我們的那個就是 紅色敵人或是黑色敵人部隊 然後先不要那麼早去碰他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哇塞 我的天啊 好 那我們待會先去調配一下陣型 這關 有難有難有難 想要出劍殺 哲平 做夢吧捏 好 那我們這次的話 帶上我們的那個白霧侯 再加上我們的那個小地章 還有我們的小鷹來試試看喔 畢竟這關的話 後面有蠻多我們黑色敵人 跟我們紅色敵人的 先用這套隊我再來打一次看看喔 那一開始的話 我們就盡量先不要把他們打死打得太快 那這邊的話就是先存點錢這樣的感覺喔 但是感覺應該也沒有說那麼的容易喔 畢竟袋鼠他還滿壓迫性的 那我們就先用盾牌擋住他 那擋住他之後呢 就看一下能不能存點錢囉 我覺得就只能這樣子了 那避免就是貓貓太快去碰塔這樣子喔 因為碰塔之後就會出現了 就會比較危險一點點 那這邊加一隻小地章好了 增加一點點輸出 然後繼續出我們盾牌喔 兩隻袋鼠可能就會比較難倒一點點了 但是應該還好後面還有一隻海踏喔 那就先把錢包先升滿 先升多一點起來喔 升起來 然後海踏這邊的話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擋得住欸我的天啊 我們先來試試看好了 不行的話我們就用去跳出彈法喔 感覺海踏過來應該就會變得更難打一點點 哇 範圍了 這邊騷很多隻喔 小地獎快輸出 求求你 快打死他們 不然 就準備GG囉 哈哈 我的天啊 真地難 真地難 這邊感覺剛剛一開始也是要叫出比較多的生力軍 但是不能太快把他們就是去碰塔這樣子喔 但是感覺就是這三隻而已 所以應該也還算還可以 慢慢射 慢慢射 但這樣一直出一直出 我們錢包起不來欸 我的天啊 錢包真的是起不來欸 怎麼辦 錢包起不來 哇 又來一隻了 哇 看來這邊的話也不能多太久時間喔 喔 終於死了一隻了 死了一隻之後呢 龍公送錢出來 先擋一下喔 然後繼續出 好 海踏也死了 然後 就這樣慢慢的 繼續出我們盾牌就可以了 那不要太快 比太快 比太快 先放過來 先放過來 好好好 慢慢來慢慢來 存點錢 存點錢 存錢 存錢 因為剛剛待會的話就會出很多啦 那如果那個慢慢在叫的話應該會比較危險 喔來了來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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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百屋後百屋先 百屋先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這邊不知道可不可以喔 不過百屋後的話感覺 唉唉唉唉唉 nice nice 哇 我覺得我這邊的話應該不要叫這麼快 就慢慢來慢慢來 就叫亂牌就好了 應該還是有機會可以叫出比較厲害的貓貓出來 小鷹出來 所以他們還是會叫其他隻的那個生力軍出來啦 所以應該還好 哇 但是這隻死掉的話就會比較慘一點點囉 看一下這樣能不能 哇 哇 百屋後你手都藏幹啥 哇塞 你這邊直接 哇 我一個無言 百屋後直接 我直接把他們給那個了啦 哇 把他們全部都叫出來了 這邊的話我們可能要叫一下那個 二號機 哇 但是這邊其實白色也是蠻麻煩的耶 感覺應該還是要叫一些比較厲害的生力軍出來 感覺這其實比較有點小機會了喔 因為小鷹也是紅色 也是黑色敵人的坦克喔 所以應該可以 好 這邊二號機叫出來 哇 越來越多隻了 哇 你給我五隻 結果你整個陣型給這麼多隻是怎樣 你根本就是詐欺阿 你不是說五隻角色而已嗎 五隻不重複嘛 對不對 可惡欸 好險這邊我們有白窩可以緩速 哇 可是白窩死掉了 在剛剛講了就死掉了 哇 哇 救命 救命阿 加油阿 撐住阿 孩子們 撐住撐住撐住 我們還有美女神可以架一下喔 目前的感覺應該是 還算可以 只要先把水豚軍打掉就可以了 加油 白窩沒有我們也要繼續努力撐 水豚軍不知道會出幾隻欸 好恐怖喔 繼續打繼續打 美女神加油 靠你了靠你了 好 這邊有沒有死一隻 但是我自己也死了 哇 可是後面又出了下一波的水豚軍 到底有幾隻水豚軍阿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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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話感覺有點 有點有點有點難過了喔 是不是應該也要叫一些就是 衝海角我覺得 叫一下那個哈姆特應該會不錯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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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尷尬尷尬尷尬 第二波第二波 第二波小贏會不會出來 感覺就看 哇又有水豚 水豚到底有幾隻阿 哇 尷尬尷尬尷尬 這邊如果感覺就是有加一隻蘋果貓 感覺應該也是有點小機會的 而且後面的話黑色點感覺有減少的樣子喔 應該可以扛過去 應該 應該 我說應該喔 加油加油 加油小英交給你再扛一下了 不要再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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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現在是目前這樣的狀況的話 應該還算是可以再撐喔 可以再撐一段時間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再叫一下 我們的那個龍弓獸出來喔 加油阿 別再打後面了 NICE 快快快快快 先存錢 存存錢 兩隻水豚的話應該就還好 那目前來說的話 前面是會有我們很多的那個黑色的海怕 那基本上打一段時間之後呢 就不會再出喔 那就只會出我們一般的囉 那只有出一般的話應該就還好了 哇塞 我們這邊錢有點補不及欸 為什麼沒有錢阿 這樣不好欸 這邊真的不好了 我們這邊沒有 打到最後沒有錢了 天 要把所有盾牌出出來才可以擋住一點點時間欸 哇 我覺得最後是一個我的失誤阿 居然打到沒錢了 趕快把這個海怕打死應該還會有一點點錢 加油 繼續出 反正打到塔前的話我們就更有機會 因為塔前的距離是比較短的 哇 這出盾牌出到沒錢 我的天 我的天 哇 又來一隻 天啊喔 我會感覺有機會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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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幹你這麼便宜 哇靠 一片錢了吧 這隻 這海大怎麼這麼便宜 欸 開玩笑了吧 哇 這海派也太便宜了吧 他只有一百多塊欸 完了完了 這關 我可能要重打了 我的天 好 那我們這次的話再重打一次之後呢 帶上蘋果貓之後是有比較穩定一點點的啊 加上其實我們後來的話就是存了比較多錢了喔 所以就打過來就比較方便了 那剛剛有打到後面的話就發現就是只會出我們的 就是一般的海他再加上我們的這個 就是我們的海屯 水屯軍了喔 那這邊的話應該是可以順利的把關卡給推掉 那這關雖然只有我們五種的角色 但是基本上他們瘋狂瘋狂一直出喔 可能也會讓人家吃不消啦 畢竟今天的話就沒有出劍殺了 所以會稍微比較強力一點點 所以大家在打我們這個滾泥土海洋的時候呢 真的要非常小心喔 非常建議大家可以帶一點點我們的蘋果貓 因為打到最後的話就只剩下我們的水屯軍了 可以利用蘋果貓來暫停一下我們的水屯軍 會比較好打許多囉 那二號機啊 或是我們一些就是對我們黑色敵人的啊 或是能夠緩速我們黑色敵人或是紅色敵人角色的話 真的都非常建議可以帶一下喔 這次的話應該也是靠我們的白無厚 來立一個大功這樣的感覺喔 真的是 蠻難的 而且這邊的話他的角色就只有五隻啦 所以感覺就是會比較難一點點喔 所以大家可以依照我們的問號來判斷一下 關卡到底會不會有很難的地方喔 這樣來去判斷一下 好啦 那我們今天打的就是我們混凝土海洋啦 那這關的話基本上就有我們的紅色水屯軍 還有我們一大堆的就是黑色敵人跟我們一般的海踏喔 所以要比較注意一點點啦 那如果大家對我們這個關卡有些問題 或是也好打幫我簡單攻略方法的話呢 歡迎在以下留言分享給哲平或是分享想要幫助的小辣椒們囉 那你覺得今天關卡五隻角色 但是出了非常多非常恐怖的話呢 可以幫我影片點個喜歡囉 那每天中午十二點跟晚上五點半跟晚上九點都有影片喔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啦 那我的影片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掰掰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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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